随着第二届好声音比赛 李奇的夺冠落下帷幕 前几强成为大家讨论的话题之外 与上届一样 其他选手也继续保持着话题热 其中哈林组的蘑菇兄弟 无疑是今年中国好声音的一朵大吉巴 两个热爱音乐的大男孩组合 用独特的乡村音乐重新演一歌曲 让人过而不忘 富有搞笑喜感的外形蘑菇头装扮 成为一大抢眼亮点 尽管两人唱功不错 外形讨喜 以及自称的草根身份 自然深受观众喜爱 据此前媒体报道 王嘉诚张燕峰两人11岁就认识 同一所学校学武术和散打 可与时间则一起唱歌 能打能唱刚柔并济 其中张燕峰做过推销员 卖过铁板商 而王嘉诚则混迹在各种场合演出 给人当助理写歌来维持生活 看上去励志感人 却也被踢爆是假象 近日有网友某论坛网站爆料 中国好声音蘑菇兄弟开豪车 懒美女逛街被抓个现行 帖子的内容里曝光了 蘑菇兄弟王嘉诚张燕峰两人一字 分别拥有一辆豪车 身旁还站着一位长发美女 该网友还标出了两辆车的款型及价格 一款式跑车 现在的市场价格是508万 而另外一款式跑车 市场价格是370万 与蘑菇兄弟的背后心酸是极不相符 该铁一金曝光 网友们炸了锅的 对今年的中国好声音进行吐槽 东星娱乐整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